为了默奥 接下来我们取下面具 看看它究竟长什么样子 面雕的刻画还是非常精细的 伤疤皱纹 疗牙都有很好的体现 面具和铠甲都为PVC软胶材质 但在视觉上却完美呈现了金属质感 值得一提的是厂家为我们提供了三种替换面雕 除了额外的怒吼表情以外 另一颗头雕还有相对应的替换发型 不仅如此 丰富的替换头雕可以根据心情来呈现出兽人的不同状态 并且此造型也能更好地展现玩具素体线条 和精细的肌肉纹理 可动关节的衔接设计视觉上也很舒服 额外的配件也分别附属到食人膜格莱尼 以及一个头骨 头骨可以与肩甲进行结合 其他两颗头可以作为战类品挂在腰间 武器也搭配了兽人的利刃以及砍刀一把 砍刀通过一个连接件可以固定在背后 而利刃则可以收纳在腰间 那最后就是极其丰富的手型和脚型替换件 Memory Tite的这款玩具我整体把玩下来 第一感觉就是用料十足 它有很明显的坠手感 那么第二厂价也提供了丰富的替换件 增加了把玩性 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 我还是非常推荐的 视频最后记得给我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 拜拜